接下來我們邀請香港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先生跟我們講幾句話 請陳議員 李主席 楊署長 劉常偉 各位嘉賓 各位熱愛民主自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這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下我們香港的朋友香港的市民可以共同慶祝這個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的紀念 大家給點掌聲自己好不好 好 作為香港的民意代表我們感到慚愧的 因為在台灣在80年代開除黨禁、報禁之後 在蔣經國總統領導之下 台灣已經出現了兩次政黨的輪替 可以在這個和平、理性、非暴力 香港很多議員很喜歡用這句字句的 和平、理性、非暴力 台灣呢 已經是成功這樣 按著這三個原則 更加在公開、公平的情況之下 選了他們的總統 也都 基於人民 對 政黨 或者對現任的總統的不滿 就透過投票 和平這樣 推翻 執政的政黨 由原本的反對黨是替代 已經出現了兩次 大家給點掌聲台灣的朋友好不好 好 這個正正就是 當年 孫中山先生 推動這個三民主義 希望透過 這個人民 公平的選舉 可以成立這個政府 但是自從1911年生日革命之後 基於這個軍閥的國具 基於很多人士的私心 導致在神州的大地 全面的民主制度 是未能夠落實 直到在這個80年代 在台灣是真正的推行 和貫徹了三民主義的精神 和這個制度 剛才劉常偉提到 馬英九總統領導之下 台灣民生的改變 我們香港的領導人 曾特首 當時自己又說 宣稱自己是政治家 又說要玩鋪勁 又說強正勵志 但是我們看到 香港過去那七年 當年董建華之亂 然後就出現任權之始 我們香港看到很多老人家 等老人院 有五六千個老人家 等到死都沒進到老人院 香港自殺的情況是不斷上升 跳樓燒炭的情況是無日無知 但是我們的特首呢 只是安逸於 在自己的特首辦裡面 在他的殘神情況 就是那個奉承之下呢 完全不知道這個人情冷暖 也都不知道社會的問題 直到一些內地的官員呢 訓事呢 自如夢初醒 承認這個房屋政策的問題 是香港人都知道房屋政策有問題的 是吧 但是我們的特首呢 竟然猛然不知 直到呢 直到呢 是中聯辦的官員呢 公開講呢 他就是 這個 這個 一般狗奴才的 性格呢 就是掌官指使呢 就要跟著做 這個正正反映 辛亥革命 一百年後的今日 在中國人的社會 特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治的地方呢 這個封建的思想 仍然是存在的 就是總之 掌官領導人 訓事呢 就完全呢 是麻木跟從 完全 沒有這個的尊重 沒有理解 或者是沒有學習 孫中山先生 所宣揚的三民主義 其實三民主義最重要的一部分呢 就是人民 就是作主 人民是最大 是嗎 是 所以 在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的紀念 今天 我呼籲 就是全世界的華人 中國人 支持民主自由的朋友 我們一定 要將三民主義的精神和原意呢 是繼續宣揚下去 繼續對這些 封建的思想 這個 充滿這個封建思想的狗奴才 這些人物呢 要掃入這個垃圾堆裡面 我們希望 除了今天 慶祝這個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我們希望 在我們神州的大地 特別在港澳的地方呢 將這個三民主義 這個宣揚 將這個 民權的精神呢 是能夠落實在這個制度裡面 三民主義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人民萬歲 人民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OK 多謝 陳偉業議員 大家給點掌聲自己好不好 好 我們更加沒有二百億的 面子工程 在紅樓這裡進行 我們大概只有呢 二十位義工朋友呢 練一例 跟我們清掃 跟我們佈置場地 請大家給點熱烈的掌聲 謝謝他們 我們今天這個活動 全部都是法治 內心 特區政府 並沒有 給我們二百萬二百億 我們來做混雜 我們大家都是懷著一個 敬愛國父的心情 來到現場 參加中華民國一百周年的三日典禮